我和老公还有朋友们住进山里的民宿,准备去漂流。 临行前店里那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偷偷拉住了我, 姐姐,他们想淹死你。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听见他们说你不会游泳,想淹死你。 我还想再问,老公走过来,催我出发, 那女孩便胆怯地垂下眼眸,朝她父母跑去了。 一路上,山里清风徐徐,风景很美。 可我想着小女孩的话,心里忐忑不安, 小孩子怎么无缘无故说这种奇怪的话。 身旁,老公江瑶和朋友们说说笑笑, 看起来心情十分愉快,拉着我的手让我小心脚下。 老公的朋友进棚介绍说这里的漂流才是真正的漂流, 她以前来过,比市区那些人造漂流有趣多了。 她女朋友兰兰很兴奋地给我们拍照, 还让我一会儿多给她拍美美的照片。 江瑶和我正是新婚甜蜜时, 进棚是老公的同学,两个人一直很要好。 她女友兰兰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和我很聊得来,也成为了朋友。 我们四个人便经常一起约着玩, 这次漂流也是我期待已久的。 小女孩说他们要淹死我,是指谁呢? 进棚和兰兰。 怎么可能啊? 只是小孩子胡言乱语吧? 或许是听到了什么直言片语误会了吧? 我不能因为小孩子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就怀疑自己的朋友,毁掉期待已久的假期。 本想把这件奇怪的事跟老公说说, 可是想到小女孩看见她时有些胆怯的眼神, 我又止住了。 小女孩说的他们,也包括老公, 越来越离谱了。 我尽量让自己放松心情,不要乱想, 可我确实不会游泳。 心里生起一丝忐忑,怎么也抹除不了。 那个,野外漂流不会很危险吧? 我可不会游泳啊。 我问。 靳鹏笑着说,哈哈,一点也不危险,放心吧。 景区开发的线路,挺安全的。 门票还有意外保险,不怕的。 也许是心理原因,我觉得他笑得有点不太自然。 老公握着我的手紧了紧,宠溺笑道, 别怕,我以前拿过校游泳冠军,我保护你。 感受着老公手心的温度,我侧脸看向他。 这是我最爱的老公啊, 连我手指破皮都要心疼半天的男人,怎么可能想杀我。 我真是神经过敏了吧。 我带着点内疚,甜甜地和老公相试一笑。 哎哟,你们俩能不能别见凤叉针的秀恩爱? 你死人了。 懒懒嘟嘴抱怨。 一秋,我保证啊,这地方你玩一次就再也不想走了。 靳鹏说,再也不想走了。 一大早起来我就遇到怪事,心情忐忑,此时这句话在我听来,有点不太吉利了。 我们来到漂流的起点,只有工作人员,没有别的游客。 我担心地询问,工作人员解释道,你们来得早,早上水两点,一般十点后人才逐渐多起来。 那咱们相当于包场玩了,哈哈。 懒懒兴奋地给进棚泼水,两人玩闹起来。 溪流看起来很平稳,也不深,我的紧张感也消除了很多。 我看到旁边的告示牌上的安全注意事项,标注了漂流路线,两段激流处被标红。 穿好救生衣,戴好头盔,坐稳就行。 工作人员随意丢过来救生衣和头盔。 我来帮你。 老公贴心地帮我系好救生衣的袋子。 姐姐,他们想淹死你。 我脑子里又不合时宜地跳出这句话,鬼使神差地偷偷检查了一遍。 老公记得很正常,我又偷偷加固了一遍。 又默默把景区救援电话存入手机,设置成一件拨号。 漂流阀是一个不大的充气亭,正好坐四人,我胆子小不敢坐前排,老公陪我坐在了后排。 工作人员用力把我们推进水流中。 水花飞扬,扑了我一脸,有些冰凉,但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温度。 随着大家兴奋地尖叫,我们的充气挺顺流而下。 快看,好多鱼。 老公兴奋地指给我。 溪水清澈,可见溪底卵石温润,小鱼游异。 两岸林音遮天,崇鸣渺畅,也去横生。 我伸手触碰清凉的溪水,真是个心旷神怡的好地方啊。 然而很快,明显感觉水流变得湍急起来, 皮法艇开始剧烈地冲击和晃动,水花飞溅,我们都湿透了。 剑鹏和兰兰一直在兴奋地尖叫,我吓得紧紧抓住船绳,他们看我的样子都笑话我。 老公搂住了我,不怕,没事没事。 一段激流之后,溪水又平缓温柔起来,像个脾气阴晴不定的小魔女。 这时,我却注意到,我就生一身侧的袋子松开了。 不止一侧,两侧都松开了。 咦?袋子怎么松了? 老公也很惊讶,可能是刚才晃动太大。 我在帮你戏。 我自己来。 我面无表情,把救生衣的袋子重新系了个死扣。 那时,我察觉到晋鹏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浅浅地和我老公交换了眼神。 他们三个的袋子都系得好好的。 而我,明明还特别加固了袋子, 为什么只有我的松开? 而且,就算晃动再大,自动松开的可能性也很小吧。 除非是有人刚才趁乱给我解开了。 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刚才紧紧搂着我的老公。 我和老公是旅游时偶然相识的。 一见钟情,相恋三个月就结婚了。 算起来,我和他相识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 但我们一直非常甜蜜,婚后我每天被他宠成公主, 从未如此幸福过。 我们感情很好,并没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不明白。 眼前我来不及多想,第六感告诉我, 今天我真的可能会命丧于此。 怪石临寻间,水流开始变急, 我知道这会是一段较长的激流,然后橡皮筏会滑入较深的潭水中。 如果他们真的有恶意,那一定是他们动手的好时机。 我只能祈祷一切都是我瞎想。 我越来越害怕,可能是太过紧张,眼前的激流让我心跳得厉害。 我闭紧眼睛,大声尖叫起来,啊,救命啊。 我不行了。 我身旁的人只是笑,也跟着我一样,尖叫起来,只不过那是兴奋的声音,山谷里都是我们的回声。 很快,橡皮艇突然滑向一个狭窄的陡坡,船身倾斜,请客间整个橡皮艇就到扣了过来。 落水那一刻,强烈的窒息感涌向了我。 我身体不受控制,但好在救生衣一直托举着我,露出水面的一刻,我大口呼吸。 老婆,我听见老公焦急的呼声,湍急的水流中,我看见他拼命游向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如见救命稻草般奋力迎向他,却没想到那一刻,他抓的不是我的手,而是我的救生衣。 就,我哀求地看向他,看到那一刻他眼中的犹豫。 水流急速又巨大的力量持续冲击我们,我感觉老公用力一扯。 宽松的救生衣从我身上脱落,水流瞬间把我卷向深处,我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 只看见江瑶的眼睛像丛林里潜伏的恶狼,散发着悠悠的光芒,捕猎的杀意逐渐坚定。 河水像是无数之手,将我拖入深渊。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那一刻,远处传来了一阵救援队的气笛声。 早在之前剧烈颠簸的时候,我似乎就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 手机挂在我胸前的防水袋里,我偷偷一键拨通了救援电话。 我不敢看手机,也听不清对面是否有人接听,我假装因为害怕尖叫,啊,救命。 我不行了。 身旁的人只是笑话我,却不知我是真的在呼救。 按上鸣笛声越来越近,急迫的人声传来。 冰凉的水花中,老公的表情突然变了,他从冷漠转为惊慌,然后是一副急切的样子。 他假装拼命地游向我,大声呼喊我。 老婆,快,抓住我的手。 他声音中满是紧张。 我抓住了他的手,救援队迅速靠近,他们和江瑶一起将我从水中救起。 岸边,我裹上了毯子。 江瑶一直紧紧抱着我,好像害怕任何人把我从他怀里抢走似的,表演得很用力。 我瑟瑟发抖,喘着粗气,心里最深层的恐惧不是来自于湍急的溪水,而是这个抱着我的男人。 老婆,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他满眼担忧地看着我,其实只是在观察我的反应。 他的假面戏码,让我冷静骨髓,我一丝一毫回应他的力气都没有。 他不停地安慰着我,幸好救援队来了,已经没事了。 谢谢,我颤抖道谢。 别谢我们,是你老公救了你。 救援队的大叔说。 我看向老公,他给了我一个温柔的微笑,搂得更紧了,老婆就是我的命。 静鹏和兰兰也围了过来,一丘,你没事,太好了。 据说,他们是救援队从水里救起来的,情况比我还危急。 我心里冷哼,细眼得真足。 救援队大叔说,奇怪,怎么会翻船呢? 这里我们进行过很多次安全测试,只要坐稳就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颠簸的时候,你们全都压到一边去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 大叔说的没错。 我回想起来,颠簸的时候,他们像约好了似的,全都倒向我这一边,直接将橡皮挺扣了过去。 这件事理所当然的,被所有人定义为意外事故,只有我知道。 我的新婚丈夫和他的朋友们想借意外事故杀了我,可是我却难以向任何人求救。 回到民宿,大家听说了我们的事,夸赞我们运气好,被救援队及时发现,还夸我有个好老公,我勉强挤出微笑。 不远处,我看到书扬狡辩的小女孩躲在大人身后,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江瑶以我需要休息为由,谢绝了众人的关心,扶我回房间。 这个被我称作老公的男人,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一种不寻常的温柔,她似乎在极力演绎一个贴心丈夫的角色。 然而,我总能从她眼神深处,看到她极力隐藏的阴毒,让我不寒而栗。 仅仅是半天之隔,古朴幽静的房间,在我心中的感觉已经天壤之别。 刚入住的时候,我充满喜悦,满怀期待。 而现在,同样的房间,同样的床铺,我感受到的只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仿佛这些镜物都像出自地狱的囚牢。 老公,我想回家了,明天一早,我们就走吧。 在这里我十分孤立无援,只想赶紧回家。 不管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只要我能回去,我就能立即远离他们。 这个,姜姚有些为难,等你休养好了再说吧,你先好好休息。 我让厨房给你熬了姜汤,你趁热喝点。 我看见窗口一对羊脚便,那个小女孩露出半个脑袋来,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 老公,我想吃点昨天那个红豆糕,你去帮我问问厨房还有吗? 好的,她转身出去。 我走到窗边,小姑娘露出脑袋,大眼睛水灵灵的,我好担心你死了。 怪,我摸摸她的头,你在哪里听说他们要淹死我的? 小姑娘指了指楼上,她告诉我,她的小猫咪有个秘密小窝就在阁楼上。 在那里,她听到了我老公和别人说要淹死我的话。 姐姐,她们是坏人吧?我点点头,谢谢你,你救了姐姐的命。 听见门外脚步声渐进,小女孩跑走了。 我迅速将将汤倒进下水道,将咬给我的汤,我可不敢喝。 在她开门进来时,我装作已经沉沉睡去。 她轻轻给我盖上被子,关门走出了门外。 我听见脚步声已经走远,轻轻从窗户翻出,按照小女孩指的地方,爬上狭窄的阁楼。 通向阁楼的木梯垂直悬挂,入口极其狭窄,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霉味。 几缕光从木板的缝隙中透了上来。 我听见了江瑶的声音,我看这次就算了,要不以后再找机会吧。 保险公司现在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这是进棚的声音,这次不弄死她,回去后再想做成意外就更难了。 我还有备用方案,咱们再试试。 一秋着急要回去,她不会是有所察觉了吧? 江瑶说,不能让她回去。 她要真察觉到什么,就更不能让她回去。 可是,江瑶还有些犹豫。 江瑶哥哥,这是蓝蓝的声音,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了吧? 蒋一秋那么漂亮,啊。 从我第一天认识她开始,她就只是猎物而已。 江瑶的声音冰冷而清晰, 进棚,你说吧,你的备用方案,怎么弄? 毒蛇。 进棚语气冰冷刺骨,仿佛从什么阴暗洞穴传来。 进棚说她通过特殊渠道购买了一条当地的剧毒蛇种, 提前藏在隐蔽的地方。 那毒蛇毒性强烈,一旦被咬,连神仙也就不了。 现在只需要江瑶想办法再留我一天, 带我去附近的百草店玩, 他们四机放毒蛇出来咬我就行。 这样一来,在山区游玩时被毒蛇咬伤, 毒发身亡, 再没有什么比这看起来更像意外的了, 绝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毒蛇这东西不可控, 万一连我们也被咬怎么办? 江瑶问, 放心, 这种蛇咬第一口会释放所有毒液, 非常凶猛, 几乎无药可救。 但他咬第二口却无毒, 因为他重新分泌一次毒液需要七天时间。 所以, 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确保蛇第一口咬的人是蒋一丘, 其余的人就安全了。 很阴毒又完美的计划。 我听得毛骨悚然, 一刻也不想停留, 连行礼也不敢回房间去, 在屋外晾衣绳上收了一条薄毛毯披在身上, 沿着民宿后山一条小路朝山中密林跑去。 我沿着狭窄的盘山小路向下跑, 天色渐晚, 即使夏天, 山里的气温也骤降。 很快, 我发现我迷路了, 天黑也可能下不了山。 路两旁的植物非常茂密, 不明的小动物在摇晃枝条。 就在这时, 树林里寒寒酥酥一阵声响, 一个巨大的黑影晃过。 有熊, 我吓得立即蹲在灌木丛后, 一动不敢动。 此时我后悔不已, 只怪自己刚才被它们的对话吓得不轻, 想远离它们躲起来。 现在才意识到这一举动实在太冒险。 没被它们害死, 可能被我自己害死。 缓缓才看清黑影是个背着背饭, 带着斗笠的农人大爷。 大爷! 我激动地叫了起来。 他看见我, 吓了一跳, 哎呀妈, 吓死我了。 姑娘, 你一个人躲在这里做啥? 我出门散步, 迷路了。 散步跑来半山腰,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山里, 到了晚上, 蛇很多的。 太危险了。 您为什么不怕蛇? 我们山里人, 都带着蛇跑光, 不怕蛇的。 什么蛇跑光? 大爷解下一个小布袋子, 交给我, 你拿着。 这是用熊黄, 苍竹, 鱼心草, 青木香, 还有一些草药磨成的粉, 再用米醋泡九个把月, 晒干了妆袋子里, 这就是蛇跑光。 带上它, 在自己身上到处拍一拍, 毒蛇虫椅都要绕着你走。 大爷带我走上大路, 问我住山上还是住山下, 那一刻, 我犹豫了。 我可以选择下山, 但是我想起这半年我对江瑶付出的真心, 却成了它岸上带宰的鱼肉。 即使现在报警, 我毫无证据, 他们也一定会狡辩脱罪。 而且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秘密, 以后也不可能放过我。 凭什么? 凭什么狼狈逃跑的是我, 而那群毒蛇一般的家伙们, 却可以逍遥法外。 那一刻, 我抬头看了看山顶亮起的灯火, 告诉大爷我住在山上。 逃跑不是我的出路,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回到民宿, 江瑶、 建鹏和兰兰正在焦急寻找我。 江瑶紧张地迎上来抱住我, 老婆, 你去哪儿了? 我淡淡道, 我去散步了。 建鹏美好气地说, 散步你打个招呼啊, 手机也不带, 害我们好找。 一秋, 你吓死我了, 天都黑了, 你要注意安全啊。 兰兰也很紧张我, 注意安全。 啊, 我心里一声冷哼, 你们最怕的, 就是我安全了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出门转转, 你们这么紧张干嘛。 我笑道, 林子里空气真好, 你们也应该去转转。 晚上在房间, 江瑶温柔道, 老婆, 近鹏说车胎坏了, 已经联系了最近的修理厂, 不过要等到明天下午才能送过来, 看来我们明天是回不去了。 我知道, 车胎损坏并非偶然, 是他们想要再多留我一天的手段。 见我没有反应, 他说, 不过, 这样也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一天。 听老板说, 附近有个百花店, 风景非常美, 我们可以去那里野餐, 晒晒太阳, 放松放松心情。 我点了点头, 装作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这个男人, 仍旧保持着, 让我一见钟情的帅气和温柔。 但此刻, 他在我眼里, 变得与那些潜伏在阴暗中 准备给人致命一击的毒蛇别无二致。 第二天, 阳光明媚, 我们在名为百花店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 这片山坡草地如同一幅翠绿的画布, 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远处山巒起伏, 蓝天白云下,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 然而, 这份宁静背后却隐藏着剧毒的人心。 我装作心情放松, 观察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江瑶和近鹏忙着搭建帐篷, 他们神情显得异常紧张, 正在我怀疑他们会在帐篷里坐手脚时, 懒懒走过来阻挡了我的视线。 哇, 这里太美了。 来, 我们自拍一个。 他举起手机, 亲密地和我贴着脸, 屏幕上的美颜功能让我们美得像一幅画。 然而, 照片上他眼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脚侠。 好看, 再来一张。 我并没有被兰兰完全分散注意力, 我几乎可以肯定江瑶和近鹏在帐篷里放了毒蛇。 他们动作小心翼翼, 把帐篷拉索拉得严严实实的, 才松了一口气, 互相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 江瑶装作随意地对我说, 老婆, 帐篷搭好了, 外面蚊子多, 你去帐篷休息吧。 兰兰假装在一旁酸起来, 哎呦, 天天老婆老婆的, 肉麻死了。 我果断拒绝, 没感觉有蚊子啊。 兰兰, 一秋, 一会儿太阳就晒过来了, 你还是去帐篷休息吧, 等着尝尝我的手艺。 嗯, 太阳晒过来, 我就去。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 兰兰语气欢快起来, 冲着两个男人喊道, 喂, 你们俩快生炉子啊, 我今天要露一手。 他们都劝说我进帐篷, 更让我确定, 他们把毒蛇放进了帐篷中。 趁着姜瑶和进棚生炉子的空档, 我偷偷在兰兰耳边说, 你知道吗? 帐篷里面有惊喜。 兰兰脸色一变, 紧张地看向我, 什么? 我示意她小声, 嘘, 别说我说的呀, 姜瑶让我别告诉你。 什么意思? 早上出门时, 她跟我说, 让我今天一定要找借口, 不能先进帐篷, 让你先进。 我猜, 肯定是进棚在帐篷里, 给你准备惊喜了。 兰兰震惊, 姜瑶这么给你说的。 我表情天真地点点头, 对呀, 反正你到时装做惊喜的样子哦, 别说是我说的。 兰兰忘了, 在我面前掩饰情绪, 脸色阴沉得可怕, 目光复杂地看向, 正和进棚忙着生炉子的姜瑶。 我知道她此刻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愤怒, 她变化的表情清晰地显示出, 我的离间计成功了。 从姜瑶把我从水中救起之后, 她就阴阳怪气地怀疑过, 姜瑶是否对我心软。 而现在, 她肯定已经不再信任她。 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咬牙切齿, 你别听姜瑶瞎说, 进棚就是个榆木疙瘩, 能有什么惊喜。 倒是姜瑶, 她的惊喜才多呢。 兰兰站起身朝姜瑶那边走过去, 我去烤串了, 要不然, 进棚又要搞她的黑暗料理。 你不吃辣椒对吧? 我和你一起吧。 不用, 你去帐篷歇着吧, 等着吃就好了。 我冲她点点头, 明媚的阳光下, 她对我露出一个寒气森森的笑容。 我走向帐篷, 他们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手上的动作如同被慢放, 我知道他们的注意力锁定着我。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打开帐篷的拉链, 钻了进去。 帐篷里一阵凉气袭来, 温度骤降, 空气像被冻结了一般, 使我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尽管外表镇定, 其实我心里也非常害怕。 我知道自己正处在生死边缘, 与剧毒之蛇共处一室, 但我没有退路, 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寄希望于身上涂抹的蛇跑光药粉能够发挥作用。 我小心翼翼地移动, 尽量避免惊动潜藏在暗处的毒蛇。 角落里传来微弱的蛇行声, 我看到帐篷垫子边缘下有东西在蠕动。 药粉似乎发挥了作用, 那条蛇正试图以极慢的速度, 悄无声息地爬向门口的通风处。 啊! 蛇! 我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 外面顿时响起一阵混乱的声音。 老婆! 江瑶第一个冲进帐篷。 我被蛇咬了。 我指着自己脚踝上的伤口说, 那是我用竹牙签事先模仿蛇的咬痕扎出的两个小洞, 往外冒出两个鲜红的小血点。 江瑶焦急地检查我脚踝上的伤口, 近鹏和兰兰也跟着赶过来。 什么? 被蛇咬了? 他们问。 我, 进帐篷, 突然一疼, 我装作呼吸困难, 说话吃力。 是蛇。 江瑶得出结论, 帐篷里爬进蛇了, 兰兰装作惊恐的样子。 我虚弱地点点头。 他们几个人一番毫无意义地讨论之后, 江瑶开始假装手忙脚乱地用酒精给我消毒, 寻找布条帮我包扎。 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演这些无用功, 他演技真不错, 额头上都冒出了汗水。 不知道有没有毒。 叫救援。 快。 他大声说, 可是兰兰和进棚却懒得演戏了, 行动迟缓, 极其敷衍。 我装作晕了过去。 老婆。 老婆。 江瑶紧张大喊。 别喊了, 这种蛇毒发作很快的。 靳鹏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江瑶问, 见我晕过去, 他的声音听起来一下子冷静了许多。 再等个十分钟, 等他绝对没救了, 我们再叫救援。 再等十分钟会不会被怀疑? 兰兰, 现在打电话吧。 江瑶说, 怎么, 还想抢救一下啊? 兰兰阴阳怪气, 舍不得你的新婚小娇妻吗? 该不会, 你想让被蛇咬的人并不是他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江瑶问,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清楚? 现在只怕你舍不得他也没用了。 你这小婊子, 满嘴乱喷什么? 江瑶不再伪装文质彬彬, 露出了他的真实素质。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我能听见蛇就在帐篷防潮殿下爬行的声音, 他正因为我的气味绕行, 躲在角落向门口滑行。 江瑶因为抱着我, 躲过一劫, 而站在门口试图劝架的进棚就没有那么好运。 啊! 进棚大叫一声, 毒蛇咬了他。 妈的! 还敢咬我? 胃不熟的畜生。 他愤怒地抓起石头, 潮蛇砸去, 那条蛇迅速滑入草丛。 你没事吧? 兰兰紧张地问进棚。 不要紧, 第二口没有毒。 我心里暗笑, 你确定是第二口。 这样更好。 进棚说, 现在我也被蛇咬了, 意外就更可信了。 十分钟后再叫救援, 救援队赶过来至少二十分钟, 到时候神仙也就不了他了。 他们三人都冷静下来, 在进棚的主导下, 开始讨论如何统一口径, 骗过警察和保险调查人员。 听他们的谈话, 我才知道, 在保险公司上班的进棚, 在我和江瑶新婚之际, 以赫理之名赠送给我们一份 名为甜蜜家的保单。 这份保单专为夫妻提供, 号称夫妻互保, 爱情不倒。 我当时没有多想, 就签了字, 没想到, 这竟然成了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 将自己推向了一条死亡之路。 然而, 他们还没有商量好, 进棚突然说, 怎么回事? 我的腿没有直觉了。 什么? 江瑶和兰兰查看进棚的腿, 发现咬痕处高高中起。 进棚慌了, 试图移动, 发现完全站不起来。 怎, 怎么会他显然吓到了? 有毒? 江瑶十分惊讶。 不是第二口没毒吗? 蓝蓝交集, 江瑶也十分疑惑, 并且后怕, 他安慰进棚, 别怕, 第二口应该只是少量残留毒液, 不会有生命危险。 快叫救, 进棚声音虚弱下去。 江瑶立即拨打了救援电话, 继续发挥演技与无伦次的呼救, 我们在百花店被蛇咬了。 两个, 两个人毒蛇, 你们快来啊。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叫江瑶急救之时, 蓝蓝扯下布条, 给进棚勒紧大腿。 然而, 进棚却急促又绝望地说, 我的胳膊, 胳膊也抹了, 头好晕。 蓝蓝手忙脚乱, 怎么这么快啊? 我在一旁冷冷地听着骤然发生的一切, 心里想起进棚之前说过的那句话, 就算神仙也就不了了。 自作孽, 活该。 进棚, 救援马上就来了, 你要挺住啊。 蓝蓝为进棚鼓气, 我却再也没有听到进棚的回应。 行了别管他了, 一切按计划进行。 装蛇的箱子还在背包里, 我们抓紧时间埋了。 江瑶指挥道, 蓝蓝跟着他走出帐篷, 留下昏迷的我和进棚。 帐篷外传来他们喋喋不休的争吵声。 江瑶, 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内吧? 是你故意想害进棚? 他是你的债主, 他死了你就不用还钱了, 对吗? 你这女人, 没脑子吗? 蛇是进棚买的, 也是他自己说这种蛇第二口没毒, 是他自己倒霉。 当时我们都在帐篷, 我们都有可能第二个被咬, 你想过没有, 他也差点害死我们。 此时的进棚躺在地上, 几乎无法动弹, 嘴唇发白, 双目微逼, 神情绝望。 然而, 他看见我坐起身, 搭拉的眼睛一瞬间睁得很精神。 我对着他笑了笑, 在他耳边轻声说, 你才是被咬的第一口, 笨蛋。 毒液全部都进了你的身体, 等死吧你。 他喉咙里发出声音, 像一只老猫的呼噜声。 我捏手捏脚地迈过他的身体, 他无力地抽动了一下。 外面的争吵声愈演愈烈。 江瑶嘲讽蓝烂, 别装作你很在乎近棚似的, 你不也是为了钱吗? 一会儿就圆队来别说漏嘴, 我不会少了你的钱。 我真有那个命花吗? 你本打算把我也害死, 就没人和你分钱了吧? 你胡言乱语什么? 你告诉蒋一秋让我先进帐篷, 难道不是想害我吗? 我让你先进帐篷。 你听谁说的? 蒋一秋啊, 他这么跟你说的。 此时的我已经从帐篷后面, 偷偷转进了草丛边的一片林子。 我远远看见江瑶快速朝着帐篷的方向走去。 远处传来警笛声, 我朝着马路的方向奔跑起来。 江瑶万万没想到, 和救援队的救护车一起赶到现场的, 还有几辆警车。 昏迷的进棚被抬上救护车, 而江瑶和兰兰却被戴上了手铐。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 兰兰无力挣扎。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就是出来玩, 朋友被蛇咬了, 我们得陪他去医院。 江瑶慌乱解释, 眼神却难掩心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派出所再说吧。 不是, 你们不能乱抓人啊, 江瑶还想辩解, 却在那一瞬间, 看见了从警车上下来的我,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我跑进树林, 听见警笛声, 知道警车已在上山路上。 我朝着马路俯冲奔跑, 树枝将我胳膊划伤, 也完全顾及不了。 一辈子, 没有跑出过那么快的速度。 山间公路上, 我拦住了正奔赴百花店的警车。 是我, 是我抱的警。 我上气不接下气。 在车上, 我向警方大概讲了事情的经过, 还上交了手机录音。 在我假装被蛇咬之前, 已经悄悄按开了手机的录音键, 把他们所有的对话全都录了下来。 他们如何设局, 企图杀妻骗保。 他们如何利用毒蛇谋杀, 企图制造意外。 他们如何争吵, 互相猜忌, 全都在录音中。 另外, 我还有个小正人, 住在民宿的小女孩。 百花店的草坪上, 江瑶发现本该凉凉的我在帐篷里离奇失踪时, 已经意识到她的计划可能出了什么纰漏。 然而, 当她看见我从警车上走下来, 还是惊讶地张大了嘴, 忘记了表情管理, 老婆, 现在还在叫老婆, 多么讽刺。 我没有理她, 心已经如石头般又冷又硬。 我静止走向他们刚才挖坑埋箱子的地点, 指认给警察。 他们很快挖出了装过毒蛇的蓝色塑料箱。 蒋一秋, 你这个贱人, 你没有被蛇咬。 原来你都是装的。 兰兰对我破口大骂。 我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你们不也是装的吗? 比演技, 我比你们差多了。 老婆, 你们受伤太好了。 这里面有什么误会, 我也是刚知道, 这箱子是进棚, 姜瑶还不肯卸下伪装。 在我看来, 她如同岸边网子里, 做无谓挣扎的鱼。 行了姜瑶, 别装了, 从我们认识那天起, 我就是你的猎物。 这次旅游, 只是你们想害我的阴谋。 老婆, 怎么会, 我那么爱你? 爱我? 爱我的那个男人, 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一副毒蛇的画皮。 你听我解释, 跟警察解释吧, 你们在帐篷的对话录音, 我都已经交给警察了。 姜瑶听到这句话时, 才真正绝望, 那哀求的眼神缓缓变硬, 长出了刺, 阴冷锋利, 直直地指向我。 突然, 她咆哮起来, 试图扑向我, 你这个臭婊子, 警察死死将她按住, 拖上警车。 她嘴里依然骂骂咧咧不堪入耳, 一阵清风吹来, 夹杂着野花的香味, 吹散了耳旁的污秽。 眼前的风景重新展露出 她本来的美好。 阳光下, 我露出笑容。 后来, 警察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我还知道了惊天大挂。 在警察的大记忆恢复树下, 懒懒交代, 她本是进棚的情人, 和进棚合伙, 以制造意外的方式 谋害过进棚的妻子, 获得巨额保险理赔金。 兰兰是个聪明人, 那之后, 进棚多次提出结婚, 她都拒绝, 害怕自己也被进棚套路。 她说她完全不相信男人, 只相信钱。 之后, 进棚描上了音片女人前 被讨债的江瑶, 用一笔钱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条件是拉她入伙, 让江瑶凭借英俊的外表 和对女人的手段寻找猎物, 迅速闪婚, 再杀妻骗保。 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我, 在一次相亲中 对江瑶一见钟情, 不幸成为了她们的捕猎对象, 便有了之后的事。 风暴之后的废墟上, 我遍体鳞伤, 却也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我迅速成长。 经历了这场生与死的较量后, 我的心长出了壁垒, 也不再有恐惧。 这些曾令我痛不欲生的谎言和阴谋, 最终变成了我脚下的路。 我将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心生。